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没有到灾的程度 看这个情况是会延续下去 还是只是短期的 如果制裁 如果它战争没有结束 看起来不会短期结束哦 如果没有结束就要一直制裁 而且制裁的力道 现在制裁俄罗斯的力道 已经比制裁北韩 以及伊朗的力道还要大了 股市最怕就是不确定性嘛 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战争结束 它永远就是一个干扰的因素 所以这个灾很可能会成立哦 你觉得怎么样 委员非常专业啦 我尊重委员的意见 我是说因为包括最近 对于一些制裁的措施 限制一些俄国的一些 原油的出口 这些可能未来的影响如何 还要去判断 这个战争是没有赢家啦 大家都输家啦 世界制裁俄罗斯 他自己也受伤嘛 所以是杀底一千自损 七百八百一样 那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现况是 外资卖钞三天了 卖钞一千七百亿对吧 是 主委对吧 这个舒适 是有卖钞对 卖钞嘛 持续卖钞嘛 我们的官股 来来来 阮市长 我所了解的 泛官股 每天在买啊 有没有 有没有 跟委员报告 这个泛官股 他们自己会 自己会判断啦 我就告诉你 台湾银行 昨天就买了超过一百亿啊 前天也超过一百亿啊 那前天大概八九十亿啊 一天就在买啊 那他们不是在战争吗 不是说他卖 他不要去买 你这个意思 很清楚的 政府已经在互盘了嘛 政府在互盘 这句话 对不对 请问你 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的泛官股 每一个都有他的操作团队啦 那操作团队 其实他们在针对这个股市的状况 你这是官话啦 我现在问你有没有上级的指示 要你们办公股的都要去护盘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我这一次真的没有 没有没有 这条上级的指示 真的没有 你也没有指示下去 对对对 因为你们有董事 你们有派董事在里面啊 所以你们是可以指示的啊 现在就去了会怎么样 看到怎么样 我光台湾没有一家 一天就买超一百亿啊 不知道在哪里 家里家很多的 然后比如说 官股就买 外资就卖 等官股的钱就送给外资 变这个样子啊 就拍照就这样子啊 画面就这样的画面啊 看起来来讲的话 爱幽爱幽啊 怪怪的 你不觉得吗 董委员报告 其实他们公安公股的这些进出 其实不一定是自营的啊 有些都是经济的部位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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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